马来西亚市赖羊慈尽那名学校学生 在老师的陪同下 前往眼镜店进行眼镜检查 一方面是上一次的体检的时候 那些医师检查的时候 发现到这些学生的眼睛有一点问题 然后剩下的一部分是 通过老师评词教课的时候 观察到有些学生 在看的时候眼睛会有点不一样 或者是眼睛迷得很小 看得很辛苦 所以就会老师去说出来 这些学生可能需要过来检查 看一下眼睛是否有问题 小朋友当他看不清楚的时候 他就对学习就没有兴趣了 因为他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楚 这样有些时候父母亲 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是懒惰 或者是IQ不好 或者是学习能力很差 有时候可能是他们的眼睛视力的问题 他会在这些学生的工作室里 一间学习能力很大 大 什么呢 那是哪个的 哪个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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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尤其是我们在这行业的站出来 可以帮忙更多的需要帮忙的小朋友 尤其是洛斯群组的话 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没有真正的管道 来得到他们应该的那个势力的保障 从今年7月至今 已经有35位难民学生获得免费眼镜 志工关注难民孩子势力健康 及时矫正帮助孩子重拾学习热忱 大海新闻林静岚罗国聪马来西亚报道